今天我们做一款调味品 芝麻酱 用来添火锅蘸料 做拌粉拌面都好吃 准备白芝麻直接倒在锅里 用小火慢慢炒 炒到颜色发黄就可以了 不要炒的时间过长 不然会发苦 然后倒破壁机里 把它打碎 中间停机翻动几次 这样比较容易打成糊 打好以后非常细腻 这样芝麻酱就做好了 做好一张罐子里密封保存 芝麻酱的用处有很多 我们先来调个火锅蘸料 取出来一勺芝麻酱 用热水把它调稀 拌匀 加蒜末 葱花 生抽 香醋 辣椒油 少来点盐 鸡粉 然后拌匀 一款好吃的火锅蘸料就做好了 同样的蘸料也可以做拌粉 把粉先煮好 倒上刚才的蘸料 拌匀就可以了 石头美食 天天美食 我是石头 喜欢的朋友 记得给石头点个赞 我记得了解锅蘸料 我记得了解锅蘸料 我记得了解锅蘸料